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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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Mae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channel 大家最近过得好吗? 默默的来到年末啦 今天要拍一支 今年的最后一支影片 這集的主題要來拍什麼呢? 真的好像到了年末很適合來拍一個小小的放鬆日 畢竟在這種時候大家都在吃美食 那我最近剛好也積累了一些想吃很久的美食 所以會記錄在這一集的Vlog裡面 然後還要開箱一個我很期待的聖誕禮物給大家看 那它是我最近在IG上面滑到的歐美食品的品牌 叫做Anna Luisa 那說到我為什麼會關注到這個品牌呢? 就是在IG上面滑到 就有很多KOL都會佩戴他們的飾品 那我也發現他們的風格還蠻成熟 跟走一個極尖美水的風格 剛好跟我平常喜歡佩戴的飾品是非常的一致 所以現在就要來開箱給大家看 還蠻簡單的一個紙盒 然後他們有強調說它的盒子是百分之百recycle paper 所以他們是很關注環境永續愛地球理念的珠寶飾品的品牌 我覺得這還蠻難得的耶 有三個品項 那我現在就一一打開囉 一個很漂亮的小金鍊子 最後一個是這個月亮跟星星的耳環 好可愛喔 這個我喜歡 我覺得它的質感好像超乎我預期耶 那這一條的項鍊的風格 它是走一個蠻細緻典雅的路線 所以它是有一圈是這個圓圓的然後比較長的鏈條 那另外一個呢是上面有小珠子的比較短的鏈條 然後換了一件白色襯衫 我覺得像這種V0的白色襯衫 好像可以更突顯出它的多層次的搭配 這個耳環真的很可愛 小小的一環 然後下面有月亮 一邊是星星 哇 很可愛小小的 這個尺寸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小 那我覺得這樣小小的也特別的雅致 有一種不刻意高調 然後很低調的優雅的感覺 然後這邊是月亮 很簡約的設計 那它這個長度呢 它是在比較接近脖子的這個長度 它可以穿戴的場合 感覺又比剛剛的多層次的鏈條還要多 感覺我去運動健身也可以帶這個去健身 也算是一個比較亮眼的一個小搭配 那整體而言呢 我覺得Anna Luisa的飾品的質感真的超乎我預期 而且他們的價格也不是說那種高不可攀的價格 那在整個設計上面不是說很浮誇 所以我覺得也還蠻適合亞洲的女生 那特別呢你又蠻喜歡那種比較歐美的Style 但是又不想要給人一種太高調太浮誇的感覺 那我會還蠻推薦你可以入手看看Anna Luisa的珠寶飾品 今天早上來做一個松露炒蛋起司厚片 我用的是Cheese bread的吐司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他們的吐司特別好吃特別香 嗯 自製的松露吐司松露就可以加到爆喔 蛋白質也滿滿 超級幸福 搭配番茄的片還蠻清爽的 那這個吐司 這個Cheese bread的吐司 咬起來真的有一種Q勁 超喜歡 嗯 這家餐廳呢也是我觀望許久的 那他們最有名的呢就是像雲朵般的療癒軟綿綿鬆餅 據說呢吃了一口心會整個人化開來 那他們的鹹點好像也蠻好吃的 而且啊這家鬆餅我以為是從日本來 但我發現他是從高雄起吃的 然後他生意真的超好 因為我是來金站店 平日中午也整個人潮滿到煩掉 等一下就來看看好不好吃囉 這是季節限定的美國塔鬆餅 燙燙的 會抖動的鬆餅 一定要領得很漂亮 哇 哇 太扯了 它這個鬆餅 它裡面是超級濕潤的那一種耶 我覺得它的火候真的拿捏得太棒了 因為我最怕有些鬆餅吃進去的口感是乾乾乾色的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它真的濕潤的太可以了 就是完全我沒有誇張 感覺是鬆餅 但是它吃起來竟然有固定的口感 而且老實說它的甜度真的不高耶 它的甜度其實蠻低的 然後搭配草莓冰淇淋也是比較偏清爽型的鬆餅 配鮮奶油 然後 然後 哇這草莓真的給的還蠻大飽的耶 它有一點大顆 這樣 很好吃 很好吃 這草莓幫我切一下 這草莓幫我切一下 耶 雙瓣豬 泡菜 湯泡飯 不知道這一球是什麼東西 喔 是蛋耶 他們怎麼知道我很愛吃半熟蛋 據說呢他們的湯泡飯也是很厲害的 我第一次吃到這樣子的組合 我覺得還蠻酷的 因為通常都是比較偏向韓式 但是它是融合西式 比較偏向西式跟中西合璧的創意料理 很濃郁耶 感覺它的飯它是有先跟起司一起拌炒過 所以它的飯本身就是帶有一點起司的濃稠 然後現在我要跟松阪豬一起吃 我覺得松阪豬的肉質還不錯 加上了一些七味粉 但我覺得如果再經過更多的炙燒應該會更好吃 那它的湯是帶有一點泡菜微辣的感覺 但不會太辣 因為剛好有起司 所以它的口感是還蠻濃郁溫純的 意外中好吃 現在吃完覺得超級滿足 那我認真覺得無灑松餅 不是一間只有虛有其表的餐廳 它的甜點跟鹹點都表現得很好吃 而且它的松餅我完全可以為了它再來 他們沒有付我單眼費 因為他們不用特別宣傳 那個人潮罪已經快滿出來了 好吃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間餐廳 真的是我的私房名單 不太確定要不要公開 因為我怕我一公開之後 我可能真的就定不到位了 那它有什麼厲害的呢 它是這種蠻平價的義大利的蔬食餐廳 即使它是蔬食 但我覺得它的口味真的是超有水準 而且它有一款義大利麵 真的是讓我念念不忘的好吃 好 那現在我肚子也餓了 乾淨去吃吧 這一款濃湯呢 在看之下是很平常的南瓜濃湯 但是它其實加了烤過的甜椒 所以喝起來的口感是非常的多層次 跟帶有一些不同蔬菜的韻味 除了帶有南瓜的甜味之外 可以嘗到滿滿的甜椒的滋味 這款湯真的超級好喝 而且又有營養功能 而且我發現他們的湯盤是熱的 然後湯也夠熱 哇 感覺超好吃的欸 它這個薯球很厲害欸 它裡面除了加馬鈴薯怎麼樣 它有一些 它有一些蔬菜香料 然後它這個做的外酥內軟了 裡面的內餡快要滿出來了 哇 嗯 超好吃的 要來破壞它了 這個Burata Cheese 看起來超好吃 它其實捲得很美欸 這個番茄醬子 看起來就是很濃稠 融合在麵條裡面 嗯 感覺這是一款相當濃郁的番茄麵 嗯 這個麵條呢 完全吸附番茄的滋味 那我覺得它很厲害的是 因為有時候有一些番茄意大利麵 是有點稀 但是它是非常濃稠 我感覺是用非常多的番茄 濃縮在這個醬汁裡面 那我覺得它的口味其實是很 有點偏酸 然後帶有一點甜的番茄的味道 然後因為我跟那個Burata Cheese 是口感比較綿密的那種起司 然後趁熱熱的時候把它拌在一起 我覺得跟麵條的融合非常的棒 然後上面有一些香料的部分 算是蠻好的點綴跟搭配 最期待的黑松露意大利麵 太美了吧 我現在還沒開吃那個黑松露的味道 就一直飄過來 好像告訴我要趕快吃它 但是我又有一點不忍心 因為它看起來真的超漂亮 像一個藝術品一樣 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 我覺得它的黑松露真的給的很不手軟 所以以這個價格而言 真的GP值蠻高的 我一定要讓它的麵條 整個沾鋪到黑松露 真的不誇張 我每次吃到這款麵 我都是這種反應 太好吃了吧 那個黑松露的味道 和麵條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不是分離的那種 那我也很喜歡它用不同的菇 跟一些香料去點綴跟呈現 這一道完全抓住我的心 我喜歡它這個蔬菜披薩 因為它有很多種滿滿的蔬菜 而且這個披薩是用搖烤的 那上面它名的是巴薩米克醋 所以我個人覺得是一個 比較偏健康 然後又很好吃的蔬食的披薩 當然它也是有滿滿的起司 可惡 這個掉了一定要先拿下來 咬下去的是滿滿的纖維感 在我口裡面爆開 然後我喜歡它的餅皮 因為它不會太厚 就薄薄的所以很好入口 那我覺得它的巴薩米克醋呢 真的是淋得很不熟軟 所以帶有一些成年酒醋 比較成熟穩重的韻味 再吃一片 因為我現在有點飽 所以我覺得我大概吃下第二片就差不多了 適當的吃自己渴望已久的食物 你不需感到罪惡感 然而當感覺到身心已達滿足狀態 懂得適時的暫停收口 而非無止境的吃到不舒服的狀態 才是take care自己為自己負責的方式 那很多人吃披薩會剩下旁邊的皮 但我覺得它的皮是你也不會想要浪費的 因為它連皮都很好吃 就是這樣 差太多了 小白 ded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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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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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